鼻炎会引起头痛吗 我想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患者而言 鼻炎的主要症状还是鼻塞和流鼻涕 但有少部分的患者 他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一个头痛 那头痛和鼻炎有直接的关系吗 我们说可能会有的 那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 我们叫它鼻圆性的头痛 也就是说我们的头痛是由于我们鼻腔鼻痘的一些疾病引起的 那它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就是它的头痛明显会伴有鼻腔的一些症状 也就是说患者出现头痛的时候 可能会有鼻塞啊 容剔这些症状 并且呢它的头痛会随着鼻腔症状的缓解 而减轻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鼻腔症状减轻的时候 患者觉得头痛也缓解了 如果满足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说这类头痛就叫鼻圆性的头痛 那鼻圆性的头痛的主要治疗呢 也是我们要针对鼻病进行一个相应的治疗 比如我们要积极控制我们的鼻炎 或者说当我们的患者和鼻炎 我们的鼻炎